自从加入了还房贷的队伍 我就及时找到了组织 进入了我们的小区业主群 这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天南海北的人因为邻居的缘分聚在一起 明明距离交钥匙还有一百多天 有人开始定期监工 有人开始整理房贷的降低女性们 也有人组织跟开发商去谈判 哪怕是对开发商的效果都不满意 大家也会很快地打成一致 但万万没有想到 最不利于我们业主群之间团结的话题 竟然是要不要做开放式厨房 正方观点是美观通透 也可以更好地和家人互动 反方则在纠结 气味油烟会不会让家具都蒙上一层油污 总之 只要有人在群里面发起了这个tag 那么很快 相关的讨论就会冲上群里的头条 作为群里潜水的家电博主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相比于指纹锁这张空调 油烟机和要不要做开放式厨房 才是家里面装修的第一个重要决策 因为它影响的是整个家里的格局 关于要不要做开放式厨房 只要做过饭的大家都有花言权 请把你的建议也打在公屏上 既然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热门选题 我就把开放式厨房提到了我们百万装修计划的第一优先级 毕竟这也是我的私事 相比于过去的实验室测试 我更希望能带上油烟机 去真实的家里面 真实的开放式厨房 炒上几道 拿手的好菜 要做 我们就做一期真实科学严谨的 开放式厨房挑战 在深圳找一个土豪朋友 不算很难 但是我可不只要借呢 我还要打孔装油烟机再拆掉 还要再重复五六遍的炒菜过程 而且来都来了 我还得顺便帮你试一下火够够大 这么一圈下来 我感觉以后能不能做朋友 都是回事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朋友的朋友 一位美女的业主 我应该用指纹锁进去的 哈喽哈喽 整个房间有多大 150 哦 150平 150平的大平层 装修的节点刚好也是 厨房装柜子的阶段 如果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 这个大平层不偏不倚的 正好坐落在了香蜜湖 深圳无争议的豪宅区 光是一平米的均价 就要到六位书起步了 你不担心有油烟问题吗 担心 不担心 就是觉得好看 你就去朝战人 对 我觉得你们可能平常就是 牛肉丸啊 面啊会多一些啊 我们到时候选一个 你觉得最难的菜 龙虾尾 龙虾尾 对 业主啊之所以愿意让我们做测试啊 主要是看中了我的人品 和我为它准备的 热卖了一万台的鲜看电热解器 人家作为一个业主啊 还是蛮在意 能不能把市面上比较好看的 比较贵的原原机 一次性的装在自己的家里面 看看效果 看好哪台就留下来 来到这么贵的厂地做测试啊 我们干脆把我们的测试总预算 控制在一平米的房价左右 多少钱呢 来让我们看看这一次的样品介绍 这个运算啊已经完全能够买到各国原机的天花板了 比如德国的天花板美诺 日本的天花板复制地 青岛的天花板卡萨地 还有美国的天花板科勒 得知我们要搞这么大阵仗啊 就有做原机的朋友联系我们 想顺便测一下他们的样品 本来我们是拒绝的 但人家这次的样品竟然是加格纳 这样我们就凑齐了接近10万块钱的原机 成功地把预算控制到一平米的房价以内 先别急 我知道啊 手有点贵了 有点不接地气 对不对 只要这期投币够两万啊 我们会再建一条房子 出一期5000块钱以下的原机挑战 万事俱备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第一道菜 就是炒包菜 可别觉得小包菜菜 在接触到高温的热油时 包菜的水分很容易在锅内生腾起大量的油烟 其中包含直径PM05的各种小特例 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里面 会让肺癌的发病率显著的增加 危害完全不亚于长期吸烟 为了跟各位呈现更直观的油烟表现 我们还找到了老朋友齐创新 用他们的3D小秒仪 为房间创造了个真实的头像 也包含了一个比CAD更直观的3D点云图 拿到这新玩具自然得练练手 所以我们起手就1比1扫门了整个小区 当然了 业主的房子也没有落下 把整个房间户心图建模之后 为了记录各家的油烟系的情况 我们选择了PM05的传感器 来监控油烟的浓度 正常的绿色 浓度变高就变成红色 将这样的灯带传感器三个变成一组 就可以检测不同高度的污染情况 再将这样的灯柱在房间里面铺满18组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54个传感器组中的3D阵列 就在我们兴致冲冲的准备装传感器之前 我们突然发现哪怕只是随手一炒 我们第一个万元级油烟机就没扛住 你们猜怎么着 这个油烟端竟然全部进了吊顶里了 装修师傅是给它留了一个检修口 在这个烟到这个位置是没问题的 柜子直接把那个整个的检修口给它封死了 可能就只能把这些板子给它拆掉了 或者在这个天花上再重新开一个新的口 装油烟机的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你把原机装好了 怪那个埋不管道的人吗 人家师傅你把管道给你 对吧 很好的给你安装那个墙面给你移过来 但你该去怪这个全路装修的人吗 全路装人说 你装油烟机关我什么事 我装柜子的 柜子装的没问题吧 管道铺都没问题吧 油烟机安装的没问题吧 把它扣烟干谁 把油烟机师傅 什么情况 这么贵的油烟机都装不好了 冤枉啊皇上 我只是不认为油烟机装好 露烟是烟到泄漏了 还装修师傅 你听话大人 我不是扶着装油烟机类 而且还六千油空了 还没修师傅 这些口被那个全屋定制的柜子 堵住了大膽 全屋定制公司 不是按照图纸装的柜子 而且你油烟机露烟 关我全屋定制什么事 他们说的既然有点道理 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花500块钱 找一个师傅上来开了洞 让师傅钻进去 重新密封好管道 然后再安装我们的检测设备 虽然我不是业主 但是我都觉得这样的花钱 实在是太冤枉了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化心痛为干劲 把第一道菜升级为 手撕包菜 加油 加蒜 再多加点辣 这回原测设备天花板们能扛得住吗 没有想到第一个扛木树的竟然是日本的天花板 翻炒第三分钟刚放佐料的时候 复制力的数值就冲到了330多 好在没有继续扩散到房间的更远的地方 正当我们以为泄露只有复制力的时候 过了不到十秒 方态也漏了 而且就在几米开外的客厅 虽然数值不高 但看来已经会泄露到其他房间了 而其他几台机器则比较稳定 怎么一道小包菜各位就扛不住了 那我们的美女潮汕小姐姐 寄出她的爆炒龙虾尾 各位该如何应对呢 面对滚烫的热油 多汁的虾尾 以及我们无情的炒菜机型 不到两分钟 虾尾刚下锅 日本的天花板又泄露了 几乎同时加格纳也绷不住了 不过跟富二弟不同 它的树脂就低多了 而且油烟也没有离开厨房 过了一分钟 就在翻炒上次的环节 富氏地的油烟几乎充满了整个厨房 期间最高树脂也一度来到了 重度空气污染的500左右 可能是面向吸除的缘故 我觉得这种表现 跟它的价位确实不那么相乘 而剩下几台机器就稳定多了 而科勒跟卡萨地的树脂 基本跟做饭前差不多 大家可别小看龙虾尾 这是一道油烟含量 完全不亚于辣椒炒肉的大菜了 当然了 这些海外添花板可能面向的是一些 平常做饭堵那么大油烟的西式菜 要不然我们第三道 就试试煎煎牛排呢 但实际上 牛肉的汁水碰上黄油 释放的油烟可一点都不少 而且相比于中式锅 平底锅不仅距离西油烟机更远 而且没有任何的冷烟效果 再加牛排还需要不断的翻面 因此对油烟机的考验一点也不低 刚开始煎的时候 大家还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就在我们第一次翻面的时候 日系天花板竟然不声不响地 燃了起来 要知道我们可并没有喷什么料酒 单纯是牛排自己的油烟 聚集在了那里 碰上高温 就直接从小火苗变成了自然 十几秒之后 里面手一手我不知道 但外面确实已经焦了 虽然我们每次动作都精准到了秒了 但是我们也怀疑 是不是我们操作流程有些小问题 就再试了一遍 没想到没开二度又染了起 所以应该可以排除是我们人为的因素了 安全考虑复制地的戏份 到这里咱们先杀青了 下一个翻车的人马上就到 坚持快四分钟 开始翻第三面的时候 方泰也出现了泄漏 亮起了个黄灯 五十秒之后 加格纳紧随起后 不出十秒 他的德国老乡美诺 也走出了考场 亮起了黄灯 毕竟都是同样的顶膝设计 遇上这种等级的油烟 双膝吸不动 也在情理之中了 美诺刚翻车二十秒 方泰的泄漏点就差点满延到了客厅 但还好数值并不算高 最终 咱们牛排收支的那一刻 加格纳虽然泄漏范围没有方泰那么大 但最终数值也来到了241 属于重度空气污染的凳子了 总的来说 能扛住咱们三道菜的油烟机 可能就只剩咱们美国的天花板 科乐 以及咱们青岛天花板卡萨蒂了 这两家要么就是结构更宽 漆口更低 要么就做了更好的冷烟结构 所以这会不会是富士帝 还有加格纳这种传统顶膝不好的原因呢 具体表现 这里先埋个伏笔 等到我们之后的油烟机大横评 再为各自做更为详细的原理解答 那实际上问题 我们来解答一个很多人都会关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家的油烟机性能并不是特别好 但已经做了开放厨房 那真的会把家里的墙面跟地板都弄脏吗 我真的很想解答这个问题 但难就难在 油烟颗粒真的太小了 肉眼根本就看不到 怎么才能知道油烟能飘多远 到底有多脏呢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变态的测试 首先我们关掉了油烟机 来模拟我们油烟机效果不好 而且你长时间使用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做了一道炒猪红 那为什么是这道菜呢 经常杀人的朋友应该知道 杀人容易清理难 尤其是血迹 哪怕是过了二十多年 还是容易被警察叔叔用一种叫 鲁米诺的药水看到血迹 但是这么变态测试肯定不能在业主家里做啊 所以我们就用自己家厨房炒了几分钟的猪红 那静置了几分钟之后啊 我们先看看灶台的情况 果然灶台附近已经沦陷了 除了大颗粒还有很多细密的油渍发出了荧光 那至于地面啊 都出现了像星空一样的画面 毕竟大的油滴会沉降在地面很好理解 关键是那些看不见的油烟能飘多高 飘多远呢 里边到底有没有很多油血的混合物 足够激发出鲁米诺的荧光呢 由于我们炒菜的时候是开着门的 我们拎着鲁米诺的喷壶挨个调查 果然地理出当两三米的餐厅的地面 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荧光痕迹 五米开外的客厅的沙发 窗帘 都能依稀见到几个荧光点 那地面啊只有模糊的痕迹啊 应该是我们工作人员走动造成的 哎 等一等 既然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能采到油渍 那我们身上会不会也有呢 您才怎么着 工作人员的白大褂 脸上 口罩 就连眼镜上 全都发出了荧光 很多化妆品啊 都没有办法渗透进我的皮肤 但是 PM2.5 的油烟 是一个完全能渗入到皮肤的有害面膜 因此啊 当你坐在客厅 看电视 闻到了菜香味的时候 请不要单纯觉得很幸福 那个正在为你做菜的人 很有可能正在遭受油烟的伤害 请为它换一个好点的油烟器 当然了 之前的测试啊 除了 PM2.5 的数据 我们也拿出了这种可能会伤害我们皮肤 以及墙面的这种更大颗粒物的 PM10 的传感器数据 PM2.5 跟 PM10 的数据啊 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了一致性 我们也把这几台的综合数据啊 汇总成了这张表格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截图自行取用 作为一个业主啊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感慨 除了知道了油烟的危害 以及开放式厨房的油烟器能做得不错以外 我觉得开放式厨房本身的安装可能也是个很大的坑 如果不是我们带着传感器去到这位业主家 他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烟道就没有装好 无论是整屋的设计师 水电的安装师傅 还是全屋定制的人 还有油烟机的厂家 他们每个人都会影响到你安装油烟机的效果 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为你的油烟泄漏本身去负责 油烟作为家庭中最大的污染源 危害跟致癌性是完全不亚于甲全的 所以作为业主 只有我们自己才有可能作为这件事的第一负责人 相比于挑衅油烟机跟各位寒暄 我觉得还是把有限的篇幅 留给我们跟工程师以及安装师傅一起讨论出来的 开放式厨房的设计安装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首先在挑选环节 没有必要迷信那些设施品牌 也不要有小厂出神机的简陋想法 侧烟跟顶烟并不是很重要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油烟机是否会泄漏 这个结果性的指标 而在安装环节 核心只有三点 高度 烟道 跟管径 尽量按照官方说明的最低安装高度进行安装 离灶台越近 实际的吸烟效果就会越好 在烟道设计上 很多开放的厨房可能会重新设计灶台的位置 因此你们的烟道设计十分重要 首先要保证长度尽可能要控制在三米内 如果超过了就一定要增加中继 其次 烟道每弯折一次 油烟机的吸力就会衰减20% 因此要尽量让烟道走直线 不要贴墙 而对于很多老小区升级油烟机的朋友来说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管径 很多老小区的管径只有16厘米 而并不是行业二一年要求的18厘米 很多师傅为了图整事 不会去选择扩18厘米的孔 而直接用胶部或者变径管 这会严重地影响油烟机的性能 最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用胶部传感器 确认好整个管道不泄露之后 再让师傅走 当然了 我们这期天花板的油烟机挑战还没有结束 请关注我们 投币过两万 我们会把一千 两千 三千 这几个主流价为一段 键量最高的油烟机 再拿到一个真实的开放式厨房 做另外一个真实的测试 如果这期视频帮你解答了很多开放式厨房的疑问 欢迎投币点赞 一键三连 也请各位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正在装修的朋友们 好 谢谢大家